大家好,欢迎来到艾维斯的安装教程 这期讲解的是咱们抵达系列的猛禽的车顶灯架 大家可以先来看一下它的整个造型 多面的倾斜拼接体 这个几何形体是非常漂亮的 所以说在这种复杂的多面倾斜的几何形体之下 它就不需要任何的点缀造型了 它的主体结构已经足够帅了 然后另外它是拼接组成 让大家看一下这边 我们把它拆解下来 它组成不能这样的 这是一个夹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一个夹子 为什么要做成一个夹子呢 因为这是猛禽的一个痛点 现在猛禽装车顶灯 所有的灯架都需要在车顶开孔 这也是猛禽为什么装车顶灯少的原因 因为大部分车主接受不了在自己车上开孔的 咱们这款就不需要了 为什么不需要呢 咱们直接可以用咱们的这个灯架 看一下特写一下咱们这个灯架 它是有收缩的 螺丝把它锁紧 直接夹在咱们的车身的车体上面 夹在咱们的车框上面 框架上面 所以说它是原装为安装 不需要对车身做任何改动 而且是非常牢固的 三颗螺丝把它抱紧 那这种的螺母的拼接结构也是非常帅 咱们的标志陈槽 艾维斯的浮雕logo 镜变高光 非常漂亮 整个的一个造型是非常流畅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实物 非常的流畅 它的安装也很简单 准备一个M6的六角扳手 跟一个M8的六角扳手 咱们的调整螺丝 适用于1米28到1米3的长度的调灯 单双排都可以 那这两组螺丝是适用于不同长度灯 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的 那这一对灯架一左一右 咱们现在开始进行实车的安装 让大家看一下效果 非常的帅 而且咱们后面做了减重部分 咱们今天准备的是市面上的两个案例 一个是运凉的MR的单排 这单排是非常帅的 不管它的灯杯也好 它的整个的比例也好 包括它的这个调灯的调面也好 是非常漂亮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很漂亮 而且亮度也是非常OK的 然后这一款呢 另外一款就是市面上比较常见的双排 多灯珠双排 大家也可以装那种传统的双排 就是看个人喜欢 这两个灯的长度大家看一下 它不太一样 特写一下这边 MR的可能会稍微短一点 这种可能会稍微长一点 但它们的大概尺寸都不会相差太多 大概都是1米28到1米3之间 那咱们就可以靠咱们的这个螺丝 来调整 那咱们就现在就开始 先把这个灯架 安装到咱们的车上 下面我们开始安装 我们里面会带这样的调整螺丝 它是去调整灯用的 之后去去先把它带到上面 还有另外一颗固定螺丝 之后还有我们里面会带这样的胶垫 去先把它贴到你的灯表面 完之后再去安装 就是为了防止去把你的车漆给它滑了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我们去把它 我们灯架已经拿过来了 之后先去把这个螺丝调整到最长的程度 我们先去贴合到这 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它会有一个小槽 之后盯到去玻璃的 玻璃的小槽 你去拿你的扳手 拿你的扳手去把它插到这 完之后 正好它是一个平行的状态的时候 去把这个螺丝去带进 不要去把它拧得很死 因为后面有可能还会它进行一个微调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 我们把这根很帅气 这根MR的这根调灯 给它拿了上来了 放完之后我们去看 它的现在的位置是不合适的 我们需要去把两边的这个位置 去给它调整一个合适的位置 之后把它去调整 调整好了之后 我们直接去把它螺丝去 把它拧紧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里面会有这个什么 这个调整丝 它也有长的也有短的 如果你要用这款长灯的话 就可以去把它换成这样短的螺丝 短的调整丝 给它拧到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但我们还有这个走线的位置呢 我还是建议大家去从玻璃旁边这条缝隙下去 我还建议它是从右边走 因为你的就是像猛行这辆车 它的控制线数是在右边的 最后还是着重去强调一下我们这三颗螺丝 就是它固定螺丝 不要去完命的去把它直接往死拧 就你看这个缝隙 一直要把它拧到很小为止 那样的话 有可能就会把这个鞭子给它夹扁了 所以大家拧它力道差不多就可以了 必须要去完命的拧 zac子聚会 鞭子 鞭子 锭子 鞭子 鞭子 感谢观看